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要介绍的是Depth跟Motion Perception,就是这个空间的距离,还有这个运动的这个感受。 在这里面有两个部分要探讨,第一个是stereoopsis,就是所谓的立体视觉,它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双眼相差,视差,binocular disparity有关。 那待会呢,我们第二个单元,第二部分呢,会介绍的是direction selectivity,有所谓的对物体运动的方向性的选择性呢,它是跟这个细胞呢,对于这个反应的时间不同而所造成的。 那最早的时候呢,研究所谓的立体视觉呢,可以追溯到这个Neonardo da Vinci,就是达文西呢,在那个时代呢,就开始呢,对于所谓的这个透视呢,产生了一些研究。 那在达文西的时代呢,他在达文西之前呢,所有的画作呢,基本上是一个平面的。 在达文西之后呢,开始呢,这些画家能够在这个2D的这个画图纸上面能够呈现出3D的这个立体的感受。 那是因为呢,他在达文西呢,去研究呢,到底呢,如何利用透视的方法呢,去呈现一个3D的影像呢,在一个2D的画质上面。 不过呢,真正的所谓的这个Binocular disparity,或者所谓的立体视觉,立体镜的这个研究呢,是在这个1838年的时候呢,由这个Charles Wisdom所研究的。 他最早的时候呢,设计了一个叫做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所谓的这个Stereo Viewing Device,也就是呢,做一个镜子呢,让左边的镜子呢,看左边的影像,右边的镜子看右边的影像。 当这个实验者呢,受测者呢,去看左眼呢,看左边的镜子,右眼看右边的镜子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你会形成一个立体视觉,然后借由调整这个两边照相的这个稍微的这个差异呢,可以在大脑呢,在这个受测者的大脑当中呢,形成立体视觉。 所以最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Stereo Opsis,双眼立体视觉的形成的这个机制呢,是由这个Wiston所研究出来的。 在那个之后呢,当然我们开始进一步的去研究说,到底呢,在大脑里面呢,是如何建构出这个立体视觉。 那我们知道呢,一只眼睛呢,它能够看到的世界呢,跟另外一只眼睛能够看到的世界呢,是略有不同。 这个略有不同呢,就构成了所谓的Binocular Disparity,所谓的双眼的,两眼的这个视差,或者是相差。 举例来说呢,当我们的左眼跟右眼的Folfi,就是中央窝的地方呢,对准在这个FocusPlan,就是Plan of Fixation的时候呢,它会落在呢,左眼的中央窝,绿色这条线,也会落在右眼的这个中央窝。 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物体呢,是离它比较近,像这个蓝色的线的话呢,在这个FocusA旋之前的这些点呢,它会落在呢,这个右眼的靠近外侧,左眼呢,也是靠近外侧,但是呢,它们会落在这个眼睛上面呢,不同的点。 那如果是一个物体呢,是在这个FocusA旋的Point之外呢,它也会落在呢,在Folfi上面,会落在这个视网膜上面的不同的点。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两只眼睛呢,距离大概6到8公分的距离,所以不可能两只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 这两只眼睛的位置不同所造成的差别,我们就称为Binocular Disparity。 这两个不同的眼睛的讯息呢,我们知道呢,会投射到大脑的皮质去。 大脑的皮质接受到这些讯号之后呢,会经由去比较,去看说到底这个点呢,是在这个FocusA旋之前,还是之后。 如果是在之前的话呢,我们称为这个Near Cell,就是这个细胞呢,专门只对这个东西呢,出现在这个FocusA旋之前,产生比较强的反应的这样一个Tuning Curve。 那当然也有所谓的Zero Disparity,就是呢,刚好是在FocusA旋的时候呢,产生最强的反应,或者是Far。 那还有一种呢,是属于Inhibitory,就是它的反应呢,刚好是产生Inhibition,而不是Excitation。 另外一种是比较Broadband的,就是它只要是在这个Fixation Point之后的这些点呢,它的反应都很一致,所以称为Far Cell。 那另外相反的就是这个蓝色这条线呢,是任何只要在这个Fixation之前呢,它的反应都很一致,都很强的呢,这种称为Near Cell。 那这些Cell呢,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在刚时呢,这个Huber跟Whissel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他们记录猴子的这个V1的Cell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在猴子的Visual Cortex里面呢,他们真的记录到了一种细胞呢,是跟这种所谓的Near Cell或Far Cell的Disparity Cell有关。 我们来看一下呢,它当时所记录的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 Again呢,这个各位所听到的声音呢,是Far Action Potential,就他们在视野当中移动。 现在各位可能还看不出来这实验是怎么做的,但是呢,各位仔细地去听呢,发现说,在同一个地方呢,似乎有的时候有声音,有的时候没声音,像这个时候呢,没声音。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下一个段落就会看到这个实验的过程。 基本上呢,这个是一个去证实说呢,这个光呢,在这个猴子的前方特定的位置呢,才会产生反应的一个实验。 这时候呢,他们又回到了刚才的那个点,所以呢,又有反应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实验是怎么做的。这个就是Tocson Viseau呢,他在做实验的时候呢,移动这个光的点,然后借由移动的方式呢,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都会听到非常强的声音,然后开始慢慢地削弱。 这已经开始没有声音了,就是表示没有反应。那猴子呢,就在位在这个后方的这个位置。 那这时候呢,他在逐渐地往前移动,移动到刚才的那个位置。 所以从这个实际的实验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脑的这个visual cortex里面呢,真的有一些neuron呢,它是对于所谓的距离的远近呢,会产生反应。 不管它是near cell,zero cell,或far cell呢,基本上这些细胞呢,能够告诉猴子,或者是告诉,在人类的视觉系统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object呢,是在前方,还是在后方比较远的地方。 那关于这种所谓的立体视觉呢,我们曾经讲过说,关于空间或立体的感觉呢,是我们的dossal pathway来处理。 所以过去的实验呢,就想要证明说呢,这个dossal pathway呢,它处理的是所谓运动以及立体视觉的讯息。 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一种感觉是,你要知道一个物体呢,的远近,也就是在空间中的位置呢,你必须要先辨识出这个物体呢,是在什么地方,以及呢,它长的,它的形状是什么。 可是呢,这个实验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这是Bella Ulrich呢,设计了一个叫做random dot stereogram的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是设计这个random dot,当你的左眼看左边的random dot,右眼看右边的random dot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一个merge,变成是一个立体的影像。 这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个正方形呢,Eller是浮起来,或者是凹陷下去。 这个实验要证明的是,当你要形成立体视觉呢,你不一定要先看到一个物体,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并没有,中间并没有一个方格出现。 在不需要辨识物体的情况之下,形状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有立体视觉,你就可以知道物体的存在,以及物体在这个表面上的位置呢,是浮起来的,还是凹陷下去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呢,证明了说,立体视觉跟形状视觉呢,是没有关系的。 立体视觉跟形状视觉呢,是可以分开来处理的。 除了这种所谓的random dot stereogram之外呢,我们通常在去辨识一个物体的远近的时候呢,其实要分析的不仅仅是一个点呢, 是在我们之前还是之后,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整体的这个visual scene,这个整体的这个视野。 所以呢,这个视野呢,基本上呢,要帮助我们做的呢,是要去做所谓的这个surface segregation, 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你要能够辨识一个物体呢,需要有前景跟后景,forground跟background。 那你怎么做这个所谓的forground,background的segregation呢? 这个depth cube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立体的这个,这个线索是很重要的。 像这张图也是一样,当你的左眼看左边,右眼看右边的时候呢,当它重叠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左边的第一个bar呢,是在这个平面之上的, 那中间这个bar呢,是跟这个平面共平面的,那后面这个bar呢,右边这个bar呢,是在这个平面之后的。 那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发现说呢,在这个v2,就是大脑area,v2这个地方呢, 它的neuron呢,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它会对这个illusory contour,就是这个错觉边缘产生反应。 同样的呢,如果你是去看这个反应的话,会发现说呢,当这个bar呢,像是左边这个bar, 是在这个平面之上的时候呢,它的反应会非常的强。 如果是跟它之后,或者是共平面的话呢,反应是非常的弱。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v2 neuron呢,它可以对于这种所谓的illusory的vertical edge, 或者是说在立体的情况之下呢,才会出现的这个反应产生。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呢,这个v2的neuron呢,它是对于所谓的空间,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立体的边缘呢,会产生反应的一种细胞。 最后呢,我们就说,除了刚才的这个上一页的这种两个眼睛, 一直左眼看左边,右眼看右边之外呢,我们在实验上面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左眼跟右眼的random dotsterogram的merge起来,就下面这张图。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眼睛呢,diverge或converge呢,去看这张图的话呢, 如果你形成了立体视觉的话呢,各位可以试试看, 当你形成立体视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只鲨鱼呢,浮现在这个背景当中。 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呢,我们必须去比较, 好多个不同的这些disparity的queue,然后藉由这种有系统的去比较呢, 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像这张图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鲨鱼的这个影像。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说,我们立体视觉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们需要有两只眼睛才有立体视觉,可是如果各位呢, 你把一只眼睛闭起来,这个世界也没有变成平面的, 我们一只眼睛呢,也可以形成立体视觉。 所以基本上呢,这种所谓的monoarcular depth perception呢, 基本上呢,是负责远距离的,但是近距离,比如说你拿一本书再看, 如果你闭起一只眼睛的话呢,近距离的物体呢,它的立体视觉呢, 当然是受到蓝眼视觉的影响,会,你闭起一只眼睛, 这个立体感呢,会影响的比较大,但是远距的不会, 由于远距离的部分呢,我们靠的,可以靠透过这种所谓的, 单眼的立体视觉的这些线索,包含了,像我们在做透视图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知道呢,五倍四挡住的话呢,这称为occlusion, 我们就知道呢,五一定是在后面,四一定在前面, 或者是跟这个所谓的大小有关,比如说这个人的, 在前方的这个小孩子的人比较高,比较大,在后方的小孩子比较小, 比较小的这个孩子呢,一定是在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孩子之后,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一些特定的线索,比如说occlusion, linear perspective,size perspective,或者是familiar size呢, 知道一些所谓的距离的远近,另外呢,motion也是很重要的queue, 比如说我们在坐车的时候呢,我们在车窗外,往外看的时候呢, 我会发现说近距离的东西呢,是会跟我们车子移动方向相反, 远距离的东西呢,像远山的这些景象呢,会跟我们移动的方向相同, 这是因为呢,当我们在自己在运动的时候呢,self movement的时候呢, 这称为产生,会产生所谓的optical flow, 这个optical flow呢,就是以我们所看到的这棵树为焦点呢, 在它前方呢,会产生一个相对运动, 所以会造成往后走的现象,那这个在这个树后方的呢, 会产生往前走的运动,所以这样子一个motion的这个information, 也可以让我们判断说,哪些东西呢,是位在前方, 哪些东西是位在后方,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单眼视觉呢, 就可以形成的,所以在远距离的这个距离感受呢, 其实靠的是单眼视觉,但是近距离呢, 的确是透过binocular disparity,双眼视察所产生的。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呢,也是在这个dozo-pass movement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神经的特性,就是所谓的motion detection, 尤其是direction selection,selective的这个反应, 比如说呢,当这个光呢,从左边到右边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很多spy,然后从右边呢,到左边的时候呢, 它不会产生spy,那这个就表示说,这个神经元呢, 可以区分光是从左边来,还是从右边来,那这种现象呢, 我们称为direction selectivity,这个direction selectivity呢, 从它的这个神经网路的这个基本的要件上面来讲呢, 我们可以说需要有四个,四个需求,第一个呢, 因为任何的一个运动呢,它是一个vector,是一个向量, 所以向量呢,需要有两个点,所以它必须有两个detector去比较, 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必须要有所谓的delay component,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总是要产生一个时间的这个差别, 这我们待会讲到为什么,再来呢,就是它必须要有所谓的这个非对称性的连结, 以及呢,这个非线性的处理,我们举上面的例子来说, 当光呢,从左边到右边的时候呢,会先刺激到第一个感光细胞, 第一个感光细胞呢,会经过一个intrinsic delay, 就是这个,这个delay的component, 那这个delay component,刚好刚光呢,从左边移到右边, 第二个刺激到第二个detect的时间呢,是相同的, 所以它们就会coincidence,会同时到达这个下游的这个细胞, 所以这下游细胞呢,就会接受两个讯息呢,同时到达, 而产生一个non-linear的反应呢,有产生这个加成的作用, 而detect到光是从左边到右边来, 相反的来说呢,同样的circuitry呢, 如果光是从右边到左边的话呢, 因为呢,它是先刺激到刚才的第二个右边的这个感光细胞, 这个感光细胞没有delay,所以它会先到达, 所以它会先到达这个时间会比较早到达, 那到达左边的这个感光细胞的时候呢, 又再加上一个delay呢,它又延后到达, 那这两个呢,因为是non-linear呢, 所以它不会有加成作用,所以它互相抵消, 所以反应就消失,所以借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这个光是从左边来,还是右边来, 当反应增强的时候呢,就是光从左边来, 当光从右边来的时候呢,这个反应呢,会削弱, 于是它就可以辨别说,光的这个移动的方向,的这个方向性, 这件事情呢,其实呢,过去有很多的研究, 不管是在哺乳动物的视网膜, 或是在昆虫的这个动态视觉的这个神经元里面呢, 都做过非常多的研究, 基本上呢,这样的事情呢,可以借由两个model来解释, 第一种呢,称为excitation model, 第二个称为inhibition model, 我们刚才前面讲呢,就是excitation model, 当光从这个左边来的时候呢,会先刺激到a, 经过一个delay之后呢,才会刺激到b, 但是因为a到b之间又有一个delay, 所以它们同时到达,这个称为and gate, 就是我们在逻辑上面呢,这个and gate, 那这时候呢,会产生excitation, 这种就是一种所谓的coincidence detection的这种方式, 所以可以造成呢,区分光是从左边到右边, 是它的preferred direction, 相反的来说呢, 同样的情形呢, 你也可以用inhibitory的这个circuit来解释, 如果光是从右边到左边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方刚好是相反的方向, 所以呢,会先刺激到b, b呢,它有一个delta t,就是一个internal的delay呢, 然后才到达这个后端的神经元, 但是呢,当光呢,从b再走到a的时候呢, 又经过一个delay, 所以它们也会同时到达, 这个同时到达呢, 我们可以产生一个veto gate, 就是否决的gate, 就是and not gate, 这个and not gate呢, 就造成了一个很strong的inhibition, 这个strong的inhibition呢, 也可以造成细胞可以去signal, 所谓的no direction,就是它不喜欢的方向, 所以不论你是用inhibitory mechanism, 或是excitatory mechanism, 都需要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几个要素, 要有两个售器, 要有这个delay的component, 要有非对称性的连结, 跟需要有nonlinear processing, 来产生所谓的这种方向选择性的circuitry, 我们过去的研究呢, 其实发现在大脑的皮质里面呢, 这是大脑皮质里面的perimidal cell, 追状细胞呢, 它其实运用的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excitatory mechanism, 这个magnetal可以用这几个细胞来解释, 我们先假设A跟B的细胞呢, 是一个delay的component, 它的反应呢, 是比较longer,比较久的, D跟E呢,是反应比较快的, 所以它没有delay, 所以是short cell, 所以当光呢, 从左边到右边的时候呢, 它会先刺激到A, 再刺激到B, 可是呢, A跟B呢, 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才会产生反应, 它比较delay, 所以产生比较多, 但同时呢, 当光已经到达D跟E的时候呢, 它们比较快反应, 所以加总起来呢, 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强的 这个excitation的反应, 细胞的depressation, 于是呢, 会超过阴止而产生动作电位, 相反的来说呢, 当光从右边到左边的时候呢, 因为它会先刺激到D跟E, 可是它又是比较早反应的, 所以它很快就起来, 但是呢, 走到A的时候呢, 已经比较晚了, 但是而且它的反应呢, 又比较delay, 又再加上一个delay, 所以这前面的反应跟后面的反应呢, 加总起来呢, 就不会超过阴止, 所以不会过随手, 这是一种non-near的processing, 所以就造成它最后不会产生动作电位, 或是产生比较少的动作电位, 于是呢, 这个细胞呢, 这个后端的这个target cell呢, 就可以区分光是从左边来的, 而不是从右边来的。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光的这个区别方向性的, 区别光的方向性的神经处理机制之后呢, 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 到底我们怎么知道物体移动的方向? 那这个呢, 在研究motion detection上面呢, 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呢, 称为, 重要的问题呢, 称为aperture problem, 就是光圈效应, 就是我们所谓的移管归天, 如果你今天呢, 从一个非常小的视窗里面呢, 去看这个移动的方向的话呢, 这个方向呢, 你会认为是往右下方移动, 可是呢, 当物体呢, 真正的方向是往下方移动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视窗里面呢, 所看到的还是往右下方, 当这个物体呢, 真正的方向是往右方移动的时候呢, 你还是看到呢, 往右下方移动, 所以你就不知道说这个物体实际上 移动的方向呢, 是往右下方还是右方还是下方, 那是因为呢, 你有这个所谓的aperture problem, 那过去的很多人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想出了一个方法, 假如你有好多个不同的, 比如说至少有两个aperture的话呢, 经由比较的话呢, 那你就可能去detect到真正的移动的方向, 后来研究发现说呢, 在area V1, 就是这个初级视觉皮脂呢, 大部分都是对这个local的motion产生反方向性的这个选择性, 而带了Mt就是在这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Vphi的地方呢, medial temporal area呢, 它开始能够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个aperture产生整合, 于是呢, 它就可以解决这个所谓的aperture problem, 这个aperture problem呢, 我们可以利用下面这个实验呢, 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比如说这个一个不规则多边形的移动呢, 是往右方移动, 对于这三个细胞来讲呢, 它所看到的事件呢, 不仅仅是它local移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速度也不一样, 所以这些不同的讯息呢, 整合起来呢, 才能够让这个后端的神经元, 这些target cell呢, 制造真正物体的方向, 比如过去的实验呢, 利用这种方式来做实验, 当这个方向呢, 这个grading呢, 往这个右方移动的时候呢, V1的cell呢, 看到的是往右上方移动, 当这个grading呢, 是往左方移动的时候呢, 这个V1的cell呢, 看到的是往左上方移动, 但是如果你把这两个grading呢, 交错在一起的时候呢, 在Mt的neuron呢, 它不会看到两个grading呢, 交错过去, 而它会看到的是呢, 一个物体呢, 是往上方的方向移动, 这个plane, 这个聚合起来的这个图案呢, 是往上方移动,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在areaMt的地方呢, 它藉由很多个不同的这些V1的这些aperture呢, 把它整合之后呢, 它可以得到一个所谓的向量的积分, 而谈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areaMt呢, 它是比较sensitive to global motion, 但是在V1的时候呢, 它则是sensitive to比较区域的这个local motion, 那这个事情呢, 也可以同时解释呢, 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barbopore illusion, 这个barbopore illusion呢, 就是当这个barbopore在旋转的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东西呢, 是往上移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视野呢, 在进行这个所谓的integration的时候呢, 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 这个错觉呢, 藉由这个surrounding的segmentation的queue呢, 会产生一个往上移动的这个错觉的这个现象。 最后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现象呢, 其实呢, 在大脑里面呢, 负责运动的脑区呢, 如果因为车祸或重伤受损的话呢, 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这个case, 就称为这个motion blindness, 我们称为动芒。 动芒的意思是说, 这个患者呢, 他的色彩视觉, 他的空间视觉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任何移动中的物体呢, 他无法辨识, 所以当他看到, 倒这个杯子的时候, 倒水的时候呢, 他不会注意到呢, 这个杯子满出来, 所以他看到的影像呢, 就像我们看到一格一格的这个画面, 而不会像看是一个motion picture, 所以这个呢, 是可以解释说,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motion, 或是看到一个direction呢, 是经由大脑的这个circuitry, 经由运算所产生的一个所谓的perception, 就是一个知觉的现象。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呢, 我们在这节里面呢, 讲了两个重要的这个观念, 第一个是关于立体视觉, 我们知道立体视觉呢, 最主要呢, 尤其是近距离呢, 是借由两只眼睛的所产生的binocular disparity, 双眼相差呢, 所产生, 但是呢, 单一的眼睛, 单一眼睛呢, 所产生的monoarchal cue呢, 对于远距离的这个感受呢, 加上移动中的这个self motion的optical flow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决定这个物体的远近, 那后来下一个主题呢, 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方向性的这个选择的辨识, 我们知道呢, 跟一个反应, 尤其是pre-senated neuron的这个latency, 就是所谓的delay component是有关的, 一定要有一个不同的delay, 时间差呢, 才能够产生去侦测物体移动的这个方向, 那最后呢, 就是area MT呢, 它可以解决这个aperture problem呢, 是因为呢, 它会整合integration of local motion signal, 来造成它可以判断真正物体移动的方向。